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邵武,会发现邵武的街道干净整洁 马路上的电动车、出租车都不紧不慢,慢慢悠悠地在路上行驶着 道路两旁能划线的地方也都划满了停车位 给人的第一印象,邵武是一座没有那么多套路的城市 虽然它地处福建西北角的敏干两省交界地带 到福州还是南昌的直线距离都超过了200多公里 但是邵武在福建历史上的地位从来都与众不同 2022年,邵武的人均GDP达到了10.07万元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57万 和延平区的人均水平差不多 也高于全南平人均GDP的7.9万 然而,就是这么一座各方面看起来都很不错的城市 至今没有通高铁 如果想在邵武乘坐高铁去旅行 需要乘坐一小时的大巴 到隔壁三明市的泰宁站换乘 如果想北上浙江 就要到渐阳区换乘 交通是尤为的不便 要知道,过去的上午是整个明北的交通枢纽 有着明北第一大战的头衔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的前沿阵地 长期处在备战状态 为了方便战时物资和人员的运输 福建和江西两省 据全省之力组织了15万铁道工人 在福建境内修建了第一条跨省铁路 这条铁路根据战时需要 是按照靠山隐蔽的要求 主要站点都被设在了群山环绕的峡谷之中 全城还修建有大量的隧道工程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万一开战 福建省唯一的运输通道 不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而少武作为江西陆敏的第一站 四周有高山峡谷作为掩护 宿有铜岩瓶 铁少武 纸湖的福州城 豆腐座的建陵府这一说法 所以少武也被确定为 进入福建省的第一个重要铁路站点 当时的福州还没通上跨省火车 只有一条连通到厦门的福夏铁路 而少武周边的武夷山 建阳 建欧等城市 一直是等到了1997年才通的铁路 所以在过去 南平人想要坐火车 基本都要去少武 而来自江西景德镇的陶瓷 闽西北的矿场 煤炭也要通过少武作为货物集赏地 发广全国各地 在这个阶段 少武得到了国家省地县四级的重点关注 到了60到70年代 福建为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要求 将福州、厦门和泉州化为了一线 建欧、南平、三明、龙岩等城市化为二线 民干边界包括长厅、建林、少武等城市被划为三线 即当时的福建小三线建设 主要内容就是对一线地区停建新开工的项目 缩减正在建设中的工程 全部转移到二三线城市去 当时来自泉州的木工机械厂 和上海的第16私支厂都被迁完了少武 这些工厂表面上看都是民用类企业 实际却可在战时转变成兵工厂 比如少武的化肥厂是生产销安 平时生产化肥 战时就是炸药 铜野链厂可以生产炮弹 泉州的木工机械厂可以对炮筒和炮架进行加工 也是因为当时这些工厂的加入 给少武的工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到1983年 少武成为福建省第一家 全国首批侧县建设的县级市 可谓是一时的分头无量 一直是到了1997年 福建第二条出城铁路 恒南铁路的通车运行 才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恒南铁路是将过去福州到江西的线路 缩短了将近100公里左右 也是从97年以后 少武站被降级为了三等中间站 客流量从90年代的七八十万人一年 下降到现在的不足20万人 经过少武的旅客列车 也变得越来越少 到2015年 南平老大一族建阳 福建省第一条高速铁路 和福高铁的南平中心站 也被迁到了建阳 从此少武站南平的位置 就变得更加边缘化 那么少武站未来 还有希望通上高铁吗 根据2023年的最新消息 如今由福建省牵头 浙干两省配合 重新规划了一条温五级铁路 这条铁路是从江西的吉安市 经过武夷山 到浙江温州的高速路往 全场有689公里 总投资额800亿元 设计时数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 从而带动明北地区的很多城市 得到更好的发展 其实早在三国 上武就是福建史上 七个最早见现的城市之一 到了明朝 福建境内设有八府 顾名八名大帝 在现在的上武城内 还保留有过去留下的古城门 和全国罕见的城堡石大村镇 如果有一天你也来到上武 记得我来看一看